來前面了嗎 對 第一組先上來 第二組可能要準備一下囉 好的 那我們就邀請了 欸 我還沒Cue 你就自己上來 喔 沒有關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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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說這麼急 想要拉票 欸 我的麥克風給他一支好不好 好 等一下 上來的選手可能要準備一下 這是需要插電 讓他通電才會有一些畫面的 我先拉一下電電機 好好 等一下 他要準備一下那個店員的部分 欸 後面的朋友 選手們如果有需要準備的話 也要提早跟我們說 這樣子以免你知道 遺留下你的麥克風 然後跑到不知道去哪裡的這個狀態發生 好的 那我們總共這一次是有六組選手 六組七位的選手 因為有一對是雙胞胎嘛 對不對 就剛好 欸 兄弟兩個都對這個改裝水分改裝很有興趣 他們才是高中生而已 對 就是非常的難能可貴 所以一定要來這邊給他們一點鼓勵 欸 我的選手呢 他再不來我就隨便幫他介紹囉 這我這個設計概念是那個 欸 那個 這個 恩 恩 我辭窮了 你快回來啊 沒有 其實這一次我們會選出這六位選手 是已經先透過線上的 對 已經線上做過一些比賽了對不對 然後透過我們這些贊助廠商 現場的贊助廠商的初選 才選出這六位選手 而且我們每一組的選手其實都有一個各自的贊助商對不對 沒錯喔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也會請我們的贊助商到我們的台前來 一起跟他們做一個合照的動作 你就要感謝你的贊助商給你這麼好的機會 給你一個這麼棒的平台 給你一些這麼優秀的產品 然後來這邊來做一個做一個promote的動作 OK了嗎 OK 有了嗎 好 可以可以 好 有需要我們的部分我們隨時在旁邊 好 第一 第一個上台的選手就是我們出賽第一名的選手 是 我們的張宏寬 對 就是所有贊助廠商評審裡面最高分的選手 This is the number one from the internet 對 那你可能我們要訪問他一下啦 這可能這次你可能自我介紹 對 你要先自我介紹一下 各位現場的朋友 各位評審 然後還有來賓還有網路前面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張宏寬 是 我是NVIDIA的冠軍 他一定都會嗆出這個名號 因為去年那個算是運氣好 那我覺得今年是 不要謙虛 在這個拉票的時候不可以謙虛 所以今年是剛好趁機會 XF有舉辦這麼好一個活動 是 那再一次讓我有機會 證明一下我自己能力的使用 自己的實力 對 那這次在我這次比賽的主題的部分呢 是 呃 他的名稱叫做 驚爆危機 驚爆危機 對 驚爆危機 那因為在這次的主題部分 比較有限定說在跟遊戲上做結合 是 那我們比較常採用的遊戲就是 第一人稱的射擊的遊戲 是 那在這個部分的元素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我們主題的側面的這邊部分 你要把它轉過來給大家看一下 稍微我稍微轉一下 來 我來 來沒有關係你講 我們有人會幫你動作 利用就是支持他的這個時間不大多 所以你就把握時間把握機會 喔 OK 那 那邊也有嗎 兩邊是一樣的 對對對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側面的部分 我是採用 那種我們小朋友在玩的那種 塑料的玩具槍的部分 那我把它做分解 分解了之後呢 然後再利用 我們這次廠商提供的機殼 我一樣兩個部分我都把它做分解 但是我重新再把它拼裝一次 就是要符合我的主題 再加上我利用我塗裝的技巧 把塑料的質感的東西變成金屬的質感 對 我有感覺到 就很像那個 Rimowa鋁合金的那種 你知道 這種感覺 對 那這次是金包危機的時候 最主題是因為我們在玩 那個遊戲的時候 你會有遇到 所謂拆炸彈的任務 是 那我們再把它轉個正面一下 正面 正面 正面給大家 對 所以我這次就是會把我的創意的部分 就是整個內構的部分像是炸彈的 它的樣式 OK 對 很像耶 OK 沒有問題 來 來 不好意思 那這次我們一般電腦的部分 會習慣在組裝的時候是 由 反而減 能夠盡量去減化它 那我這次是盡量去複雜化它 那在這個複雜化的過程呢 你會發現說 其實很多東西它是沒有必要的 它是裝飾性質的 因為我是要混搖 這個炸彈是要混搖 拆炸彈這個特務的時候 只是剩30秒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撿到最正確的一條線 對 它設計了很多陷阱在裡面 那這個特務的 它撿到最後面 它剩下最後的兩條線 就是說我剩下最後的一個選擇 就是我要剪掉紅色的呢 還是剪掉黃色的部分 所以我在這次主題的部分 我把它設定了 它是有故事性的 是 那這也是說 讓它有一種破案的感覺 對 有一種緊張感 是是是 所以說你剪錯了 這個可能就會爆了 那你如果剪對的話 這個危機它就解除了 解除了 是不是 那所以說利用了這次的主題就是 把不同的元素去把它結合在一起 是 那也利用塗裝的技巧 跟一些燈光的效果 那大家會有一種緊張感 所以我特別這次挑的部分是紫色 紫色的那種神秘的感覺 是 那所以在這燈光的部分 那它藍色的水翼 這個就我們就炸彈的 那種那種 毅然的那種 致命武器的那種感覺這樣子 對 然後就整體就是我的設計的這樣質感 那通常電腦的部分 它是屬於做內包式的 是 那我這次完全是把它內翻出來 是 我希望說 電腦的部分 不是只有一種呈現的面貌 是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我們可以做在外面 我們可以做在上面 我們可以做在下面 對 然後我就說 讓玩家的部分可以做很多不同的 嘗試的感覺去製作這樣子 因為 只要電腦的功能 它是可以運用的 讓我創作發揮我的創意部分 讓它呈現 許多種不同的面貌這樣子 好的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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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我們的一號選手 你需要我的翻譯嗎 沒有 OK 謝謝你 我本來想說 如果你要叫我翻譯的話 我要多跟你收一些錢 喔 賺不到外塊 好的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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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ch 謝謝 謝謝 Hyper